就在前一阵子波比的游戏时间第二站出了 我本来是打算买一个玩的 但是我不敢玩 有一次我在洗澡的时候想着要不待会买一个玩玩看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了 波比的游戏时间第二站会不会有山寨版 我知道才刚刚出不久 但是我不禁好奇我们手游市场的强大 会不会已经有山寨版了呢 你猜怎么着 还真有 而且好几款呢 我本来是推了五款 但是有一款它要立款重复了 所以就变成了四款 那我这边也不有话不多说 赶紧来玩玩看吧 第一款 波比的游戏时间二 可以 非常嚣张 名字都不带改的 这个游戏简介也是改的不带改的 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个截图了 这个截图反复就是在告诉你 这游戏绝对不是你想玩的那个 卧槽 这就是游戏的主菜单了吗 真的假的 真的是在突破我所有盗版三代游戏主菜单的下限 它甚至连着盗版网图的背景都不愿意贴个上来 哦 这广告倒是弹得挺快的 先插掉吧 诶 你弹了 OK 这就是游戏画面了吗 居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简陋 我看起来还不错啊 这两个手的部分也挺还原的 至少看得出来是两个机械飞爪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靠近这个羽毛球 或者行天娃娃啥的 诶 怎么这啥啊 你开了我的箱子 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怎么这广告又开始弹了 诶 诶 这游戏还挺用心的嘛 居然还原了伸手开门的设定 如果不弹得该死的广告就更好了 OK 这还有心可以吃 收集生命 在被遗弃的连队中生存 他喵的这游戏难道是老外做的吗 这游戏怎么感觉是积方啊 好接下来我要解开这个谜题 看了一会儿好像是对准这个指针就好了 解开了 捡起熊来开门 哇 连用玩具开门这个设定也还原了吗 属实是山寨中的良心山寨啊 诶 怎么回事 我的画面怎么跟吃毒圈一样 诶 怎么虚空女环来了 这个时候就别弹广告了 我该怎么跑啊 他就堵在这里了 我怎么办啊 我不跟你们开玩笑 我居然被一个山寨的虚空女环给吓到了 他喵的这玩意是不是有bug 不是离我提远的吗 怎么就跳脸了 OK复活了赶紧走 开门 开门啊 快点啊 密码 我怎么知道密码多少 哦 找到墙上的密码 这里的解谜比较简单 就是每个墙上的密码都对应的下一扇门 每个门打开都有一串密码 下一个密码就更简单了 就是找五个玩具 不过这玩具都给你标记好 你只需要能走过去就可以了 唯一麻烦的一点就是这个舞蹈弹广告弹得我很烦 而且你如果手稍微抖了一下 马上就可以下一台广告了 好开门 诶 赶紧跑 这个画面一变我就知道虚空女环在后面了 卧槽别你别这个时候恶心我啊 我去我都不敢回头看 我就怕又出bug他直接跳脸了 哇塞这里摆放着一堆负质粘贴的人头 这是什么人体实验室嘛 所以我们已经探索到玩具工厂内部了嘛 好我们拿到了我也不知道是开哪扇门的钥匙 这里叫我逃离死亡法师 啥情况啊已经不是波比的游戏时间了嘛 已经变成法师城堡大冒险了是吧 先不管那么多咱们先跑吧 卧槽这直接就是一个沙包就下来了吓我一跳 我本来想用手去揍这个娃娃的 但是发现揍不了开门吧 后面的语题也非常简单 就是用手开开灯就好了 开完那这虚空女环就立刻出来追我 一路快跑就跑到了终点 在娃娃的房间里面等我 我刚刚进房间就是无脑跳脸了 一个不知道是依上来的啥的 一拳就把我干翻了游戏就结束了 怎么说呢 整体下来如果没有乱七八糟的广告的话 在盗版山寨游戏里面还算不错呢 其实真的是山寨不可冒险啊 下一款游戏是恐怖玩具工厂 哇塞 玩具工厂熊孩子波比的游戏时间 你的邻居是一个疯狂的蓝色波比 等一下 这玩意是波比的游戏时间盗版了 别点击去知道是他们的英雄联盟波比 哇 这主菜单做的比上一款游戏要好多了 还有模有样的 呦呦这游戏还支持各国语言啊 OK这好像就是个摆设 我点了日语这开始还是中文啊 这还有成就的 是不是有多结局啊 感觉挺好玩的 OK我不该手间点日语的 现在我看不懂了 而且我怎么调都调不回去 算了进入游戏吧 等一下 这个场景是不是有点眼熟啊 这不是那个什么恐怖奶奶吗这玩意儿 我去直接飞一块了 哇我还能躲衣柜 我一看能躲衣柜我就有点怕了 好从柜子里找到出去的钥匙 咱们先出去看一下外面是什么情况 诶 这怎么出不去啊 我调整一下角度再出去 反正这游戏也就是恐怖奶奶 换成亨迹无敌 没什么新鲜的啊 咱们还是玩下一款游戏吧 下一款游戏是这个 我是超级英雄之波比的游戏时间 哇这游戏牛了 你将与上百名玩家一起参与游戏 直接一百人围毆长腿妈妈 零元购玩具工厂是吧 啊什么情况 这不是传说中的鱿鱼游戏吗 你甚至都不愿意把前面的小女孩化成波比 我们这也不像亨迹乌迹 看下像是天悦宝宝肚子抠下来贴在背上的人形哆啦A梦 还有我这跑步姿势怎么跟死拉酷丹一样啊 说着说着咱们就过了第一关木头儿了 我记得游戏游戏第二关是啥来着 好像是抠痰吧 OK你他妈的也太偷懒了吧 外面挂着波比的游戏时间里面是游戏游戏就算了 你甚至都不愿意把游戏游戏的第二关给做出来 只有123木头儿画个产品是吧 赶紧爬吧下一款 我去这款的图标我数着是有点看不懂的 这主角是想干嘛 怎么是追着惨腿妈妈跑的 逃离波比空间之惨腿妈妈的游戏时间 下面的游戏简介没啥好说的 直接进游戏吧 主题单也是今年的网图后面贴 免费按钮前面换 开始游戏 额头好痛 怎么还有剧情啊 哇还有新手教程吗 我去这游戏有点孩儿啊 这款怎么做的好像挺好的感觉 我有点怕了 这有安全模式我可以开吗 启用安全模式蓝色的大聪明会被吓跑 OK看我视频就行了对吧 嗯 我怎么点不了按钮啊 我操你逗我 这广告加载不出来 我看不了视频 所以开不了安全模式 他们要的我不需要看广告的时候 你一直跳出来 我需要的时候你反而不能看是吧 行吧直接玩吧 背下就背下吧 先跟着脚印走 哇 还有通风管道可以装啊 好慢慢爬到第一个房间 赶紧把门关了 我去全是哼机无击的话 这房间我探索了一下 就那个美术雕样可以互动 但是我退了什么关键信息 应该是要先去别的房间先 OK我来到那个好像是个教室的地方 玩具客坛是吧 哦我在教室桌上发现了个摇杆 那反正我好像能一口先拿好多东西 先拿上吧 我去这地图好大 制作要不要这么精良 在这个房间里面 我发现了很多翠翠沙都被绑架了 这不行我必须要拯救他们 好先拿刚刚的摇杆把电杂修好 这个门就不放电了 咱们就可以开门了 卧槽长腿妈妈太吼盒了 长腿妈妈直接化身吉林草男过来追我了 赶紧躲进通风管道里面 看他这个鸟样估计是不会装管道的 OK他好像没有追过来 诶他这是设置了什么自动导航嘛 自动导最近的路过来追我 是吧 你还都要隔墙抓我了 他这是卡住了嘛 那我要怎么往前走呢 诶这长腿妈妈的质感跟气球似的 这追我的速度其实也不算很快 好像生怕追到我一样 步伐迈的这么大 跑的倒是慢吞吞的 先躲进衣柜吧 估计等会他就不见了 OK他应该不见了吧 不会又堵在门那里不让过去吧 OK你们猜猜怎么着 长腿妈妈直接卡门上了 这么看好像他跟个蚂蚁长得很长的手似的 既然他卡住了咱们就先过去吧 好我们在厕所捡到了撬果 这玩意可以让我们把挡住二楼的木板给拆了 只不过我不知道我是有什么拿的撬果 我希望长腿妈妈看到我这样拿撬果 不会信心大发冲过来把我抓进衣柴 OK他好像不是很在乎 咱们先去二楼吧 OK这二楼怎么有点阴生啊 哦对了 刚开始游戏的时候 我有看安全模式是说开了会下走亨吉乌吉 不会他们要的一楼是长腿妈妈 二楼是亨吉乌吉吧 二楼有个音乐盒 又是缺个零件才能开 去后面的房间找找吧 诶什么情况怎么上红关了 没人追我啊 人家说这门后面有关 没啊 不过在地板上有个大洞应该是叫我跳进去吧 他说这个红红的俄罗斯方块是什么东西啊 就摆着 不管了先进那个洞吧 哦这还有楼梯可以爬 我只是没想到的 在这个下面我找到了最早的那个雕像里面好像有东西的线索 我现在应该可以去一楼把雕像里的东西给拿走了 嗯 他们要的这亨吉乌吉就残着俄罗斯方块里面啊 我刚才还直接贴他脸上走过去了呢 他怎么还没把我吃啊 算了算了赶紧走吧 可能他睡觉呢 OK到了一楼把雕像里的音乐盒发条拿三 去二楼打开音乐盒 诶这场腿妈妈怎么来了啊 我以为他格纳卡一辈子呢 我去这怎么办 这怪的AI还挺聪明的 我往左走他就马上回头 我往右走他就继续追 我不动他也不动 好他又卡住了咱们去二楼吧 打开这个音乐盒边挪边放音乐 我估计是要召唤亨吉乌吉了 诶我的音乐盒怎么就掉地上了 不会亨吉乌吉要跑出来了吧 那我这门也打不开啊我巡视 诶我记得房间也啥事没发生啊 什么情况啊 你知道吗我卡关了 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去干嘛 我把所有人探的房间都探了 就是不知道该干嘛 屏幕上的下一步就是摆设点不动 然后提示这玩意需要看广告才能提示 但问题是广告根本看不了 还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我在这个游戏里面转转悠悠玩的头鱼 我上次云山地还是他没了小熊玩CF那伙 吐的半死 这游戏我也快玩吐了 大家有兴趣可以自己去玩玩吧 我是玩不下去了 最后来我们看看残腿妈妈的跳踏是什么样的 OK没有跳啥 残腿妈妈一巴掌把我的体力打开线了 今天咱们玩了四款盗版三代波比的游戏时间 第一款玩的是最流畅的 第二款是最哈儿的 第三款是最垃圾的 第四款是最良性的 那么我想这就是本期的变成熊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点赞和点赞和点赞和关注 我还仔细更新更多搞笑的视频 那就这样吧 我是林虎 我们下期见 最近我闲的每次想到女儿一起玩吃鸡 结果她说玩过了 住无聊垃圾游戏还不能连鸡 前面说的对了 但也不至于不能连鸡 是不是下错了 我就好奇的问她下的是哪款游戏 然后这期视频就出来了 听这个名字我就已经看起觉得非常刺激了 2.1分有363万次安装 真实还原战场上的嗆音弹雨 我去太刺激了 应用的简介写着 这游戏玩法简单刺激 跟战地一样通过占领据点击败对手获得胜利 玩家还可以选择剧情参与 不知道什么鬼意思 可能是剧情模式的意思吧 还有多种不同角色 包括突击 狙击 防御等等 我去 这个简介段我感觉到了热血沸腾 非常刺激的感觉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下载开玩 哇 这 这比我想象中的稍微有点没那么刺激吧 不知道人以为这就是一张模糊的网图这样的 但是的 这就是游戏的主菜单了 没有什么吸手叫成这种奢侈的东西 也没有提示这种高级选项 这 就是主菜单了 左上角第一个按钮是退出游戏 真是非常周到的放在了第一个 已经迫不及待想让你滚了 第二个按钮是千道 第三个按钮是幸运撞盘 当然也附上了经典的看视频给你多撞两下 大家又不知道为什么存在了倒地石 哦 我抽到了十个雷 估计是在说自己游戏够雷能吧 第四个就是查战机的也没什么鸟用 算了 咱们还是先开一把游戏看看吧 是不是罗子是吗 还得拿出来66才知道 嗚 还有模式选择啊 不过我现在只能选一个模式玩 哎 什么叫士兵你的训练已经结束 现在该行动啊 什么训练 刚刚那个主菜单就是训练了吗 训练我坚持没有退出游戏的意志力吗 哇 进游戏之前还有这么多枪可以买啊 先买一把F4吧 MP5也买了 还有这个什么MK16也买了 哦 没钱了 没钱了就马上跳转到三件页面 这里充钱要放完弹广告了 OK 这枪我也不升级了 直接开始游戏吧 卧槽 我是有想到游戏画面会很简陋 但是鼠子是没有想到这么简陋 啊 游戏崩溃了 也该崩溃了 我电脑可能从来没有运行过这么简陋的游戏 以至于电脑都吓傻了 说好的 跳伞刺激刺激呢 跳伞部分呢 还有多名不同角色呢 你说的不同角色 不会就是不同颜色的塑料人吧 游戏名字简介和内容完全不搭 图片也差太多了吧 把人打完了 你也不意思意思谈个啥 大吉大利今晚刺激 你谈样的给我谈广告 要不要这么直接 随后我就在想 既然这游戏有363万次安装 会不会的确有什么可取之处呢 比如说 这游戏的敌人实际上非常强 是个硬核游戏 或者这游戏的枪非常反正 是一些什么职业选手 购买按钮 你就可以拿到了 也就是说 这游戏甚至连充钱的地方都没有 是真正的 零刻 免费联心游戏 那我就在三层疯狂的点 把所有的枪都买了 一个个是 先试试手枪 我去 禁忌驴一看 这敌人甚至都不能用粗糙来形容 而且他们的子弹是橡胶弹 打你根本不扣多少血 唯一难受的点 就是屏幕会散绿色的血 你骂我是浩克是吧 哦 但我没说 大伙都是浩克 都不要绿血 而且我发现 打他们爆头 居然还有慢动作子弹时间 属实是用心了 哦 我游戏又崩溃了 诶 那我试试看狙击枪是什么样的 是不是可以找到个点 疯狂狙击击这些塑料为六十号客人 然后我是错的 这个狙击枪也太拉了 一个弹架只有一发子弹 而且需要两三发才能打死一个塑料人 最主要的是这游戏稀烂的操作系统 如果你想用狙击枪打动人 那么你必须先按住开镜按钮 然后再把准心拖到敌人身上 再点击射击按钮 做这一系列操作的途中 你是不可以松开开镜按钮的 不然你的签就会跟得了多重症一样 疯狂的开镜关镜 还不如直接走到人脸上打 太慢了太憨憨了 这况一共就十四个敌人 我居然还打不过了是不是 诶 我还真打不过了 赶紧找个掩体 死 死啊你 你怎么还不死啊 我去又刷出了一个人 这小巷子是他们的重组是吧 一刻不停的在出兵 我去血不够了 赶紧使用必杀技 看广告先拿着防弹衣 OK看完了 诶这个防弹衣怎么一点用都没有 我的血还是撑撑的往下掉 不行了我要加血 看广告加血 广告加载失败 诶你这个广告唯一能派上用处的地方 你给我加载失败了是什么情况 别打了别打了 哎呦我直接给人家围死了 任务失败去升级你的武器来完成光卡 真是简单明了 就在跟我说 你用的是什么垃圾像你配来通关 赶紧滚去升级行不行 玩到后面我发现 实际上这游戏居然有两个地图 虽然长得都差不多 但的确是有两个地图 然后每关都是在上一关的基础上加三个敌人 实际上你可以在一个地方等着敌人排排队进来送 我现在唯一好奇的是 这个主菜单不是有什么机枪吗 什么不同展体不同敌人吗 看起来也不像是哪里抠的图 就像是这款游戏里的截图 我怎么没看到类似的场景呢 会不会把这时光都通了 就能解锁下一个场景下一个模式呢 当然可能了的确是解锁了下一个模式 只是这个模式和我之前玩的模式一样罢了 里面的一切都是一样的 只是敌人又从三个开始打了 后面再加三加三这样 我在想什么呢 我为什么还会对一款叫做 他们家的跳伞刺激刺激之枪战刺激战模拟性抱有期待呢 这就好像有一部漫画 名字叫做《无脑龙奥天》装逼爽文 然后我还对他的剧情抱有期待 是我的问题了 是我要求太多了 再见了这个世界 拜拜 我女儿给我发消息了 终于下载到了真正的刺激了吗 发截图过来看看 oh no 吃鸡 我的天哪 那如果大家想看我吐槽这款吃鸡 可以给个三连加关注 我是鸣虎 我们下期再见 最近远古动作不是挺多的吗 什么新奥特曼 激动战士奥特曼第二季 戴卡奥特曼 老火突发奇想 这市面上有没有奥特曼的盗版山寨手游 这里就有一款叫做奥特曼格斗之热血英雄的山寨手游 号称历史多年匠心打造的熟款奥特曼摩特曼手游 有赛罗 迪迦 贝利亚 折塔 银河 艾克斯 甚至奥特之王都登场了 那我们还在等什么呢 赶紧下载开玩吧 刚开始游戏一股胃就扑了上来 好像你逛街老远看到了一家叫做杀蟹小吃的店 你虽然没有进那家店 但你也能猜到那家店的味道是什么样的 这游戏你虽然没玩过 但是你应该能猜到里面什么内容吧 诶这个弹窗熟悉不 你们玩某款摸把手游的时候是不是经常看到这种邀请 卧槽这还有千到七天送银河奥特曼和奥特之王 目前还要经典看广告 准确的来说这款游戏基本每个地方都要你看广告 它甚至有一个按钮就直接叫开局变强 就是你看4个广告拿4个buff 新手礼包也是看4个广告拿X奥特曼和他的皮肤 这3D键盘说实话也不是很差 你妈里面真的就只有这么多奥特曼啊 简线里面能讲都讲完了 还有这音乐一开始我还没听出来 原来是迪迦奥特曼的主题曲 只不过是什么变咒DJ版 听起来像是乐队在人家肚子里面咒乐一样 算了先玩把赛罗吧 这么快就匹配到人了吗 哦这就是游戏界面了吗 我好卡 我A都A不动啊 对面这个是奥特之王嘛 这小推子怎么走得跟死拉酷丹一样 先不管这么多了吃我的P 你的小推子敲得不疼不痒 死 好今天我赛少就要统治关之国 诶 反正你是什么东西啊 我赛少统治关之国的计划就这样封灭了吗 好我现在已经是成年了 关之国马上就要被我统治了 OK远处我自己的官位形态正在和贝利亚打架 这我怎么能袖手喷光 卧槽我怎么没见过赛罗在TV剧里面扔过这个技能啊 贝利亚的技能我知道是扣了人家王者里的孙悟空 卧槽我本比游戏直接就是寒冰啊 我巡视为什么要扣王者和乐乐的技能呢 奥特曼的技能难道不多吗 随便扔三个技能改改不就好了吗 你扣别人游戏的技能 那人家为什么不直接玩别的游戏呢 你看赛罗这三个关球在那转圈去 什么时候光辉形态会用这个技能呢 你的究极赛罗之剑呢 你的光辉赛罗急速射线呢 怎么到这就变成了陀螺转圈射箭头了 终于在我的不屑努力下 这局我打了9分钟打完了 拿了一颗星 等一下 你跟我说我看一会广告可以多拿一颗星 那还等什么呢 赶紧端上来吧 OK我现在已经是青铜2了 这把咱们换个奥特曼玩 顺便直接看四个广告把开局变强的buff点满 埃克斯奥特曼换个皮肤还能加攻击力和血呢 别嘎黑人家都是超越形态 加点攻击力和血很正常 OK我一上来就三级了 还能直接买一件小双倍 这就是看广告的好处吗 等一下这折塔奥特曼怎么开着德奥塔天爪形态 拿着折塔光弩用着赵云的技能啊 你的贝利亚黄昏呢 卧槽卧槽 我直接给人折塔连死了 好强啊折塔 不过因为我看了广告 所以可以不需要等待时间直接复活一次 这就是奥特的广告嘛 诶我现在有一个想法 果然这游戏没有泉水防御他 咱们可以直接虐泉了 复活了是吧 复活了吃我一套不解释连招 诶我怎么动不了了 这赛云的光辉形态怎么控制这么多 这奥特曼怎么生了还带个紫色 见了风暴就来了 快跑快跑 队友呢队友呢救一下啊 这怎么贝利亚也来了 诶我直接给他打死了 因为用过一次立刻复活了 这次立刻复活要换广告 那看吧 OK40秒的复活30秒的广告 好了看完了 诶我怎么还要再等40秒啊 你逗我呢 他没有了我不是看了广告了嘛 这得立刻复又看一遍的啊 服了咱们还是慢慢等复活吧 这是我狗在队友后面放银枪 赢得了游戏的胜利 那这家奥特曼就需要你慢慢干广告 或者直接充钱买 幸好这款游戏有经典的 看一次广告体验奥特曼的选项 我们来玩玩银河奥特曼吧 话说为什么他走路跟风雨啊 还有这几个技能图表 我怎么看都和银河奥特曼扯不上一点关系 而且这次银河图表和放出来的技能不能说是一模一样吧 只能说是毫无关系 你的什么银河雷电机呢 银河圣剑呢 怎么跟个拳子那样给他当脚跳扔球啊 当然这游戏好像也没全操吧 有些奥特曼直接操的玩者和洛洛 有些他好像是把不同英雄的技能塞到一个奥特曼上 这把我玩的是第一家奥特曼 还是经典的技能图标和放出来的完全没关系 你以为这是奥特护盾 不是这就是往前射一下 你以为这是什么第一家弹射光波 不是这是火人的W 你以为这是栽培力奥关线 不是这是王昭君的大招 这游戏不仅把英雄技能抄了 他还要抄匹配机制 没错这游戏居然还有经典的反ELO机制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就是你刚刚开始玩这游戏队友会非常强 你基本什么事情不干就能赢 但是随着你赢了越多你的队友会越越拉近 你的敌人会越来越强 就我玩迪迦这把简直就是折磨啊 队友根本不推塔也不打人 我虽然知道他们估播的全是人机 但是也不能这么阳我吧 就连小兵都阳我 打了打了就撤退了 你小兵也回家补血买装备发育上了是吧 有时候他们还会在防御塔的攻击范围那换两下 让你以为小兵进塔 诶扭一下便你砍塔了 就这把我能打12分钟的感性 后面我把奥特曼都玩了一遍 我发现贝利亚是真的强 基本两棍子一个奥特曼很符合设定 只是我不懂为什么他这个棍子要一直转圈圈 我本想的多给你们看看这几个奥特曼都是什么技能 结果发现好像就这么多奥特曼 东扣和西扣扣这游戏就出来了 我感觉以奥特曼为题材的摸把游戏应该不需要抄吧 奥特曼自己本身就带技能啊 背景故事都给你写好了 人家想看你背景故事你跟他扔个链接 点开就是奥特曼的TV剧 这皮肤一个还卖38块钱还闪耀迪家 妙了个蜜给我的感觉就是迪家被破了金色的油漆一样 还有奥特曼都18块钱一个 贝利亚还玩者常用 什么玩者看广告玩者吗 反正你看一次广告加一颗心 没错这就是我玩这款奥特曼格斗之热血英雄的全部感想了 属于是惊叹在2022年我们国产三代所有还能如此猖狂 披着奥特曼的皮操着英雄你们玩着荣耀的技能 玩着卡的钥匙走两部卡三部的游戏 还能死地赖脸给你放个充值按钮 能看一个小孩是一个小孩哦 那我想本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可以给予三点点关注 那这样吧我是Liu我们下期见 承接上文咱们今天来玩吃鸡 没错这游戏就叫吃鸡 游戏还没进去的广告已经迫不及待的弹出来了 主菜单也是能有多简陋有多简陋 结果就在挑战人类史上最粗糙主菜单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先点进去看看啥样吧 哦还有剧情啊 我去 还有开场动画我属于是没想到的 我以为就是那种点进去就是浪的不能再浪的对象残血看广告游戏 哦这就是游戏画面了嘛 看起来跟90年代的主戏游戏一样 不过也很不错了 这敌人的AI还挺聪明的听到枪的还照过来看两眼 OK我们的任务是摧毁什么电脑对吧 哦我找到电脑了 前面有个敌人 我取这什么步伐他直接滑过来了快开枪 在对象途中我发现我不能主动换子弹 必须要打完弹架里所有的子弹才能自动换 而且我还有一把狙击枪和一把小刀 狙击枪特别牛掰一枪一个我认为打到哪都是一枪一个 唯一到盲命就是他不能边开机边走路特别难受 我非常惊险的只剩一支血过了第一关 唉我估摸的第二关就和第一关一模一样 然后多加了三个敌人吧 OK先来我看看广告拿把AK玩完 开始第二关 呦难道不一样吗 卧槽 这游戏第二关居然是全新的地图 全新的任务还有全新的剧情 实在是大突破啊 只不过我看完广告并没有把AK送给我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诈骗 不过好像对这游戏没什么影响了就无所谓了 第二关比较简单因为是空框的平原地图 所以只需要站在一个地方把所有敌人给举死就好了 这关我们需要拯救人质 还要注意不要踩到这个看起来就是地雷的地雷 OK拯救好人质 我去这人直接看着滑行了 看看这小子谋鬼的步伐 他甚至都不愿意回头看我这个救命人一眼 随后我解决了其余的敌人 任务就结束了 第三关甚至还有炸弹环节 然后到了第四关我就直接卡死了 无论我怎么重新启动游戏进去都是卡死 第五关甚至就是个贴图按钮都没做 可能是因为这游戏刚刚开始做的时候 游戏大厂发现这游戏还挺有趣的 会威胁到他们的统治地位 所以在他们的威逼利用下 这款游戏就变成了一个半成品吧 或者也有可能只是当初懒着做完 赶紧上去APP拆烂起来了 谁知道吧 下一款游戏 OK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 模拟真实刺激对局 名字变缠了 不过这个界面怎么这么熟悉啊 我去 这游戏东扣扣西扣扣扣扣了这么多东西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格拉茲吗 一个屏幕山就没有一个东西是自己的 下面的什么角色地图什么的 只是当初的按钮而已 唯一的作用就是给你弹广告用的 这游戏还有多人模式 看看这个架的界面 四关展都继续给你对枪了 进入游戏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敌人哪个是队友 反正游戏会帮你自动开火 所以只要转圈 这个上了游戏的枪就会开始乱射 没那么好说的 还不如上款游戏呢 就是很烂 咱们赶紧去上下一款吧 下一款游戏叫我的吃鸡模拟器 怎么大伙都是模拟器 是不是如果名字不加模拟器 就会吃律师函啊 所以所有人做盗版吃鸡手游的时候 后面都会加个模拟器 诶 这个界面怎么这么眼熟 卧槽 这不就是上一款游戏嘛 就画了个贴图 游戏内容一模一样 甚至上一款游戏的金币和我退出去 站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又是同一个文件夹嘛 但你们两个又是不同的公司 找的那是什么抠中抠吗 你甚至都不愿意自己去抠 直接抠着人家盗版游戏换个名字就发了 数着是有点小夸张了 再下一款游戏吧 下一款游戏叫无尽火力 这个游戏看起来倒是挺有创意的 居然不是随便扣着3D键模和劣质插画 居然真的有用心做主菜单 那我肯定是要给面子了 赶紧进入游戏看看 哦 这就进去了吗 我要做什么呢 没有敌人之类的吗 卧槽 居然有跳伞 我玩了这么多盗版刺激手游 这一款居然有跳伞部分 刚才那个是等待大齐音吧 我去 赶紧跳伞 哇 我周围全神人还有开枪的声音 我要赶紧搜刮物资了 诶 房子都进不去啊 槍都是哪里来的啊 哦 槍随机掉落在地上 现在我有了槍 你们都得死 你有槍是吧 看我都射死 我操 我没有子弹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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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不行 这游戏挺有挑战性的 再来一把 诶 你确定这是人机吗 是不是有点太强了 我看看广告拿个人物吧 我还不信我吃不了鸡 好 我现在是一生职业了 虽然不知道有什么朋友 但是血应该会变很多吧 我这把运气很好 直接开局捡到了一个不知道几级的头 诶 谁在打我 卧槽 怎么会有个AI在那屋顶上一轮啊 哎呦 不玩了不玩了 打不过打不过 大伙都合伙打我一个人怎么打啊 赶紧下一款游戏 下一款游戏就是重量级了 永结吃鸡 看到这个名字我就知道是个缝合怪了 赶紧端上来让我品鉴一下吧 我去 这游戏我想的完全不一样啊 居然有这么精致的建模吗 还有如此稀有的新手教程 我开始有点期待这游戏了 新手教程刚刚做完 居然还有C追和剧情可以看 这是什么剧情 权力游戏吗 不死军团正在逼近 什么什么 诶 没看清 不过这游戏居然还有对话的 属于是终极用心了 OK 然后我的屏幕中间就被广告挡住了 这个广告插入之后就直接白色的一片 重启游戏 进入第一关 哇 一上来就打龙吗 小小恶龙竟然敢入侵我的城市 是我的猎运剑 哇 这龙也太弱了吧 还没打两下就要死了 飞也不会飞只会在地上爬 嗯 我很好奇它的攻击手段是什么样的 卧槽 吓我一跳 这声音突然炸一下吓死我的 我就直接死了 重开一把 这次稳稳在后面把龙打死吧 下一关是杀僵尸 当然我也在远处无脑事情把他们全射死了 后面我发现 这游戏居然还有近战武器 而且非常牛 基本两到一个怪 然后我就卡在了这关 这龙在天上喷兵 我必须要在自己被喷死之前射死他 但这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我们的主角 居然不能在拉弓的时候移动自己的视角 也就是说 我必须提前架好位置然后拉弓犯间 而且龙飞得还没事就高一下低一下 居然还不是按照固定路线费 所以就卡关了 虽然后面可能有什么精彩剧情 但是我被折磨了好久 还是直接下一款游戏一把 这款游戏的名字叫做跳伞吃鸡战场 哇塞 看看这个建模 看看这个激动金刚芭比 我都不知道敌人要怎么应对这个怪物了 OK 精灵游戏一段非常劣质的CJ 和之前那几款根本没得比 然后我们的主角也不是金刚芭比 是这个激动猛男 也没啥好说的 这游戏甚至推不到了没有剧情 没有啥多武器 只有美观不同地图 多加几个敌人罢了 下一款下一款 这款游戏名字叫做迷你狼人刺激 哇 这主菜单数字是简陋到家的 是我见过所有盗版刺激游戏中最简陋的了 我还说第一款游戏最简陋 是我的想象力不够丰富 他们的第一款游戏和这游戏一比 简直就是他们的3A大作啊 这就是我们操控的人物吗 看看他生无可恋的表情 我们赶紧进入游戏送他去投胎吧 还有跳伞部分吗 诶 我怎么没办法动啊 这简陋的没的简陋了 游戏甚至都没有做移动按钮 只有开枪 唯一能让你动的就是跳了 你每次跳一下 你都会往右边移动一下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代码没打好吧 赶紧下一款吧 太拉了 这游戏的名字好酷啊 叫做黑洞刺激大作战 属于是有点炫酷了 进入游戏里面只有一个具体模式 然后按钮实在是过多了 看看这个游戏画面 他们要的我都看不到路了 全是按钮 诶 我还能开车 前面有两个人看我直接创死他们 OK 没创到 不过好像没什么关系 这次好像是无敌的 让我慢慢倒车 老创死你们 哇 他们就直接不见了嘛 连尸体都没有 这游戏里面所有的人死了都没尸体啊 就直接瞬移了 是不是懒得做死亡画面 伤害计算节奏 就直接把人物瞬移到我们看不见的位置啊 诶 为什么天黑了 这 这就过宽了 然后下一关也和这一关一模一样 也挺烂的吧 今天玩了这么多山寨刺激游戏 我属于是玩兔的 以后都不会再碰山寨刺激游戏了 一想到女儿隔得天天玩这个 我就无语了 说实话应用商店真的是该加强审核力度了 就啥无脑刷广告的游戏也能过神 有些小朋友不知道就吓得玩了 回头就说我是吃鸡大神看广告拿签 这好吗 这不好 我只能这么说了 也说不了啥特别大的道理 那反正希望我做土豉游戏视频的朋友 可以给游戏视频的关注 那就这样吧 我是林虎伯伯们 下期见